你為什麼會出現在機場的 是愛還是責任 我的經理今天是搭同一批機 跟我飛回韓國 每一個離別都是期待著下一次相遇 他好像現在黏肉奶奶多一點 是不是我錯過來了 大家玩得開心點啦 韓國 真的用30秒不用洗都可以 如果你每次用2-3泵的話 他一瓶其實已經等於70塊普通面膜 是又省時間又省錢的 現在的最初很多人在撥 第一次就能打開 就是其他自己玩的 還有一個中間是 你為什麼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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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鋪起來 我就是鋪起來 我怎麼鋪起來 我為什麼鋪起來 所以我回來只帶了一個大行李和一個小行李 由於回去的行李非常之多 所以我就用了我們店鋪在韓國寄回來的物流紙箱 來裝我餘下的東西 其實我是不應該叫我男朋友幫我寄一堆衣服回來的 我根本就穿不完 想到這個衣服都滿了 拜拜了 香港 很快會回來的 這個電梯我還沒把東西推出來 怎麼開回來的 這架電梯要在一樓才能開到 保安幫我上去 按下來地下 很荒謬 我搬了一半的東西出來 還有一半在裡面 想穿23樓 哇 嚇死我啊 為什麼你會這麼快的 你為什麼會出現在機場的 是愛還是責任 是愛 有什麼風吹了你來機場 因為今天一別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再見 所以我一定要過來送整個名機 你其實是不是住在東涌 東涌市我家 沒錯 每一個來港的朋友 都可以來找他 他可能隨時就會過來送你機 最適合 最適合 快去吧 你好 本來我打算這個是我Solo trip的結尾 但是我的經理人竟然原來他今天是搭同一版機 跟我飛回韓國 OMG 我正在休息 我待會來找你 好不好 拜拜 這個位朋友 為什麼你們會出現在這裡 他剛剛做完事過來 然後他直接開始他的戴架 很搞笑 無端回答同一版 就是你本來是買了今天的機 神經病 你是不是這次是保護他們的 不是 剛巧而已 他怎麼都黏了我們的機 本來打算分開玩 我黑記做了在這裡裝作 機機正在拍攝就馬上 做事的經理人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真的嗎 可以啊 為什麼你 我真的打算做飛機老鼠過來看看有什麼資源 可以啊 先說一些正經的事 我問了一個客人 你拿一杯 你不喝酒 旁邊的位置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做事 現在經理人在後面 他正在跟我說一些工作的事 他不在意地 如果不是空間了 他不想的 他不在意地 然後到一個地方 跟他不在意地 他不在意地 他不在意地 不在意地 還是有管理人還是很不中的 又從事物 肯定胆了 小心 我都被你弄了 嗯? 小羽哥 我想救我 自己直接索捉了 真的嗎 就是 真浪 你今天明天我替了 我現在的猜測了 今天我下車上車還要推出 我不想吃 回到首尾了 其實我本身沒想著這次回來的時候會拍vlog 但我覺得每次我好像都是拍一些離別vlog 沒有拍一些再次相遇的vlog 所以我就這次很想畫一個完美的句號 呼應我的開始 因為其實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一句說話 都挺浪漫的 就是覺得每一個離別都是期待著下一次相遇 所以我現在又相遇了 離開都不是那麼疼的 因為我們都會再見 所以這次 今天就跟大家拍一個vlog 難得還沒了嗎? 難得還沒了嗎? 難得還沒了 好嗎? 好 現在就想著等經理人他們出來 道別一下 我們就回家了 你記得那個Hannah姐姐嗎? 她好像現在吃肉奶奶多一點 是不是我錯過來的? 她去買飲品的時候一直看著她 那我都近了 拜拜 我去吃吧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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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在韓國 好重啊 我覺得自己其實都不是回了很久香港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回到來呢 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然後我感受到外面的空氣了 她就覺得很舒服 OMG 那些口水噴了在我手臂上 你有沒有這麼心急啊 我的貓貓子 她說馬上會噴了 Hello Mimmy Mimmy你為什麼你的毛變了灰色呢? Hello 我是破壞王 Nana 那些口水噴了 終於吃完飯 unpack了 梳洗完 搞完一輪回來了 又來到我這個熟悉的背景了 嘩 但是我想說這裡真的超級熱 因為其實我這間房是沒有冷氣的 上年我們搬完進來之後 那個暑假是去了香港的 所以其實我和玉奶奶 在這間屋 是沒有正式度過過一次夏天的 那是不知道有多熱 然後我一回來 終於感受到這間房 沒有冷氣是有多熱 我在香港的時候 玉奶奶還Facetime 跟我說 我買了東西送給你 你遲些回來打開門就知道 原來就是那個風扇 她已經買了兩把風扇 一間在她房間 一間在我房間 雖然她買了風扇回來 但是因為我平時剪片會關門 所以就算有風扇都會很焗 所以這間房現在暫時 是變成了我的化妝房 如果我想有空間拍片的時候 我就會過來這裡 就像現在這樣 其實飛完回來 就算挺累的 我都會unpack了 所以通常unpack完的東西 我就已經沒了能力做其他東西了 梳洗完沒什麼事 都是立刻睡覺的 但是今天我還打算敷面膜才睡覺 因為這個面膜 是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就可以敷完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最近收到了 一個韓國純素品牌 MENOKIN這個 30秒免洗式的泡泡面膜 其實純素的護膚品 我身邊的朋友一直都有用的 我很記得4月 我和Karen去台灣的時候 我看到它一系列的護膚品 都是純素的 其實當你去到一個追求穩定 零負擔的年紀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有聽過純素這個名字 但是原來它不只是外國品牌的專利 原來韓國也是有純素品牌的 In case 有些觀眾不知道什麼是純素的話 我在這裡簡單講一下 如果你在google search純素 它彈出來就會有以下這個解釋 它是以這個純植物性的原料製作 研發的過程是不會用任何動物做產物測試 也都是不同任何動物的來源成分 Manokin也是一樣 它是沒有用任何動物成分 還有做任何動物的測試 而它的創辦人更加從事純素護膚品 又超過10年了 它是在懷孕期間去創立Manokin 就好像我之前買這個貓爪戰 我有看到它的創辦人 是來自一對年輕的愛貓夫婦 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都會覺得那個產品是特別warm 特別sweet 所以這個產品是在創辦人懷孕期間去研發 我就會覺得它是特別安心 用起來整份是特別安全穩定 它們的免洗泡泡棉膜最厲害的就是 不單止可以省時間 真的用30秒不用洗都可以 如果你每次用2-3泡的話 它一瓶其實已經等於70塊普通棉膜 是又省時間又省錢的 它的原理其實就是 將不同的活性精華變成棉物的泡泡 用你本身皮膚的溫度 令它慢慢融化 再向下導入肌膚底層 成份天然可靠 所以孕婦、女生產後、敏感肌 所有膚質的人都可以安心使用 這三款分別有不同的功效 紅色這支就是有植物膠原成分 可以幫助膠原蛋白增生 藍色這支保濕所需 加入了保養界的新葉滿成分 積雪草和玻尿酸 它可以深層保濕 同時舒緩敏感紅氧 我今天就打算用它提亮膚色這支 因為夏天需要美白 提亮膚色裡面的成分就是有 西柚、檸檬、濃縮芒果等等的抗氧化精華 而我看成份表的時候 還發現了一個很熟的名字 就是glutazion這個成分 這是玉奶奶之前跟我說韓國現在很流行的成分 那我之後呢 其實是買了一個這個成分的Supplement 回來吃的 那其實它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成分呢 就是本來存在人體細胞裡面的抗氧化劑 可以幫身體解毒 增強免疫力系統裡面的自由基的元素 都是提亮膚色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所以呢 這個成分在韓國是很有名的 我沒想過原來這個護膚品裡面都有 那我就打算今天的護膚程序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用它 我才去睡覺 其實平時很少Full Mask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懶 分半下我覺得就已經夠了 因為其實它可以延展得很厲害 回到韓國的第一天 就有一個特別的任務 大家還記不記得 現在換成戀愛二的敏鷹呢 不是喔 Sorry 是換成戀愛一 因為它最後搞了Free Market 然後我的朋友Ember 她就抽中了去她的Free Market 但是因為她人在台灣去不了 所以她就決定把這個 可以入場的機會讓了給我 那今天呢 一回來就帶和玉奶奶一起去見敏鷹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呢 她就是10分鐘之後就可以進去了 現在她就在這裡和我一起睡了 她進來了 其實有點緊張 我已經有目標打算買些什麼的了 這邊呢就是一些首三的區域 後面呢就是她的Friend 其實我打算買她的Friend 可能一兩件衣服就走 然後就是和她拍照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場不是很多人 很凶狂 其實我就不太敢去跟她說我想拍照 我打算一下好不好 我直接就買那兩件衣服 然後就說拍照 射孔射孔 I've been out of my hand Can't get out of bed 我不是打算買棉鷹那件衣服的時候 因為我問她是不是有分射射 然後她直接來回答我 然後她就幫我收了錢 買了另一個brand 其實是這個 真的很緊張的 原來我 真的是一個很失敗的Youtuber 因為剛才我完全沒有拍到影片 完全沒有Footage 讓大家提到現場的情況 很想讓大家體驗不到我當中的緊張 我剛才回來其實想著不斷跟她聊天 我完全忘記拍影片 她說我們剛才聊天聊了什麼 因為我跟她說 我覺得香港的路和路很不同 住在港島 住在九龍 再回去屯門之後 我真的覺得屯門 天素爺的路真的很舒服 因為屯門和天素爺都算是 在香港比較後期才發展的市場 她就說新發展的地方一定會闊一點的路 你看到這些橙塞 江南這些地方都是闊一點 然後她說為什麼以前的路會窄一點呢 她說因為以前那些路是比馬行的 最後我還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用完Mano Kimi網一排之後的心得 我覺得大家如果是化妝前 或者是夏天的時候 是不需要泵很大力的一泵 我是會化妝前用半泵就可以了 因為你不要看它好像泡泡一樣 其實它擠出來用那個感覺 你真的好像塗了精華上面 還有它提亮或者提拉效果的這個系列 其實用上面都不會覺得很乾的 全部都是挺有保濕的效果 而且因為它真的超方便 用它30秒不用洗就搞定了 所以我是真的會繼續用完它才睡覺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就要留意這個優惠 它有限時的五天優惠 在7月13至7月17這個期間 成為了ASM的會員之後 買任何的30秒泡泡面膜 你可以輸入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享有110元的半價優惠 超級抵 還有第二個優惠 今天就在7月18至8月2日期間 在ASM的官網和全線的經銷商 都可以以百五折買任何一個30秒的泡泡面膜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like我的影片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